哈囉大家好,我是保鮮大叔小歐利 今天晚餐點的這一家呢 其實幾個月前我點過一次 但是我點的是他的 這個主牌的便當 那還有這個 法國麵包,雞肥法國麵包 那另外呢,我點了他的 來,他的蝦仁炒飯 來看一下喔,這個蝦仁炒飯 這個蝦子,這個是超大隻的蝦子 不是那種小蝦米的耶 這個蝦子都超大隻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趕快來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炒飯炒得怎麼樣,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另外就是他的這個 牛肉炒河粉 牛肉河粉,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也來試一下 來,給各位看一下他的這個蝦仁炒飯 雖然他講的是蝦仁炒飯 但實際上他用的是這種 大的這個蝦子 不是這種小蝦米的這種這樣子 那也不是碎碎,他是一整隻 一整隻這樣蝦子 他還有好幾個齁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好幾個 所以這個真的蠻讚的 這個真的有新鮮 OK,他的炒飯 我來扒一下他的炒飯 他炒飯本身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基本的一些 蛋花齁 紅蘿蔔絲,蔥 然後還有炒一些洋蔥 那他的口味上呢 其實是醬油,胡椒 有帶一點越式的口味 越式你知道他的那個 不知道是加了魚露還是什麼的 所以稍微有點越式的口味 那飯本身真的還蠻鬆軟的 就是吃進去是粒粒分明 那這個整個份量其實也是滿滿的 這樣一份一百我覺得很超值 尤其是他這個蝦子 哇,這個真的太讚了 OK,來這一家呢 我要另外點他的牛肉炒和粉 那我比較推薦的其實是他的這個 鮮牛肉湯和粉 就是有帶湯的 因為他湯呢還帶一點酸酸 越是那個酸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湯真的是好喝 那 只是今天這個和粉我沒吃過齁 所以我來試試看 那他牛肉片是真的不錯 他這個是這樣一整片的這個牛肉 很多這個牛肉炒和粉 或是一些牛肉炒飯什麼的 他用的牛肉可能會更細碎一點 那他這個是整片這樣子 非常完整的好幾片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牛肉他也用得不錯 一整片牛肉 而且也是有一點厚度的 不是很薄的那一種 你在咬的時候那個 咬性跟口感都很明顯 真的不錯 來,我上次點的是雞腿的法國麵包 這次我點的是他這個 越式豬排的法國麵包 來給各位看一下 他這裡面豬排的份量其實齁 你看至少兩成三成這樣 所以他給了很多 那上面一樣齁 他的這個蘿蔔 然後酸酸 越式那種酸的味道 來,吃一口看看 不管怎麼說這一家法國麵包就是好 他表面都烤得很酥 也沒有烤過頭 他麵包本身呢 不會太過扎實 所以說你咬的時候事實上是還蠻輕鬆的 不會覺得說他那個麵包太硬或怎麼樣 真的是歪酥內軟 剛剛好 至於他豬排的部分呢 他這個越式的 這個豬排 你看一下 他的厚度 其實他厚度還蠻厚的 蠻厚的一個豬排 這個我覺得也很讚 那這個的話呢 是100塊錢 如果是點雞腿的話呢 是110 雞腿那個比較貴 那雞腿肉也是蠻厚的 這個豬排也是不錯 來今天重新再點這個 紅竹月食堂這一家 越南菜的餐廳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推薦他的這個 蝦仁炒飯 第一個 他飯也炒得鬆軟 那口味上的話呢 也不會太過頭 加一點胡椒 醬油 然後他一些越式的這個調味 我覺得這個很讚 重點是他的蝦仁 也是用這種超大隻的蝦仁 還不只一隻 好幾隻 這樣一份100塊 外面隨便的炒飯 大概也就是這個價錢 可是 不是用這種大蝦仁 也不會這麼多 這個讚 那河粉的話 我就有點小失望 沒有關係 可是他的這個牛肉片真的好 河粉本身也是好的 那可以點他的這個 鹹牛肉湯河粉 那個也很讚 那下次有機會 再過幾個月 我再點一次 拍給大家看 那大國麵包不用講 上次也推薦過 這個麵包酥 然後裡面的肉也多 帶點酸酸甜甜的味道 就像法式的這個 越南式的調味 這個也很讚 好 這個就是今天的開箱跟推薦 特別再推薦一次 好 這就是我的晚餐啦 掰掰